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話 就是關於捉姦 當這個正印 遇上這個二奶 會產生一場什麼風暴呢 在國內安徽 日前 有一名人妻 當場捉姦 捉到老公和二奶 結果他這個 竟然直接汽車走人 留下一個二奶獨自面對正印 而這個二奶之後 就被正印打到混蛋 更加被對方當眾脫衣服 下場相當之淒慘 最後 民警到場 才結束這場鬧劇 根據 國內媒體報道 事發 在7月21日 安徽有一個男人 駕駛車 帶著二奶和一個小朋友 兜風 怎知 不幸 意外被這個 原配的老婆 撞爆 直接攔車 截停他們三個人 這個原配妻子 截車後 這個男人 竟然 直接開車門跑走 留下二奶獨自承受正印的路火 而正印 一開車門 就抓住二奶 並且連環掌掛 說蓋了他很多巴 但是很多民眾 在旁邊吃花生 但又不能幫拖 正印扯著他頭髮 一直不能鬆手 不停地蓋 說蓋了很多巴 這個二奶 可能人心虛脅 或者不能夠打 掙扎 但掙扎不到繼續被人打 打到興起 這個正印更加當眾 開始扯掉這個 二奶的衣服 好興奮 而車裡面的小朋友 看到這個激動畫面 亦要求 這個大婆的停手 就說阿姨不要打 更加進去嘗試 阻止正印施暴 但小朋友實在太小了 當然阻止不了 後來 有一些圍觀的民眾 都覺得 你老母不對勁 於是 上前勸交 就說 你不能一條街上這樣打人 但正印當然沒有停下來 繼續打 就說 不是我想打 是這個女人 去搞我老公 現在我還有兩個小朋友 二頭家要散 最後 民警到場 那個二奶終於都脫困了 沒有被人打 然後民警帶走了他們幾個 這宗鬧劇也是落幕 這宗事情很過癮 哇 屌你老母 那麼無義氣的那個男人 神經病 你被人捉到偷吃 你走也不要緊 可能你怕你老婆拿刀出來斬狗你 切你奔袖 大家明白的 但你也沒有理由 就這樣丟下 那兒子那麼狠狠 偷吃 已經很糟糕了 但也算 當你一時忍不住 大家男人我都明白 真是很狠大誘惑 你忍得住是你厲害 但忍不住也是沒辦法 是不對的 但是 你丟下一個兒子 你老母自己一個人走 無雷無電 這件事 全家產之中的全家產 人渣之中的人渣 之後那個大婆 又是瘋狂的 打一個兒子 打完就算了 說真的 打完 還要脫別人的衣服 是甚麼玩法 我真的不明白 我理解不到 即是打人我明白 你老母火遮眼 全家產 扣我老公 男拳不腿 打他老母 是正路的 但脫衣又是甚麼玩法 即是想侮辱他 即是財疏學錢 不明白 還有我覺得 真的要打的 不只是打那個兒子 要教訓老公 全家產 其實不是這個兒子 也有第二個兒子 說真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教訓 都是教訓老公 是不是這樣說 不過講開這些 又可以講講其他事情 最近我有個老友記 跟我談開一些 關於感情的問題 關於一些偷食的東西 她說 即是我這個朋友 她是女生 她說她其實 從來沒有信過她老公 她覺得 十個男人 十個滾 只是她捉不到她老公滾 所以捉不到 就唯有暫時當沒有 但她又說 如果有一天捉到的話 她都不意外 我聽完她說這些之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信任的問題 即是我這個老友記 可能有某些經歷 令到她會這樣想 講開逐間的題目 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題外話 分享一下 我都有點扭曲 但某程度上 我都理解 她一定是受過某些創傷 她才會這樣想 可能好像初戀 你不會這樣想 一定是可能住過 才會這樣 那今集 分享到你這裏 這個題目沒什麼特別 純粹和大家見到這件事 打得多精彩 不斷蓋不了你老母精彩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